三米泡上 香菇 香菇也切 香菇切也给你切切 做这个就用香菇 嗯 老李要做这叫什么饭 叫煲仔饭 简易版的煲仔饭 嗯 香菇 香菇切片 放开 香菇再弄点肠 没有青豆 切点肠 这个腊肠做米饭还是挺好吃的 不少这腊肠 放了四根 不少 有点青豆就好了 没有青豆 不要吃的那么全会 怎么样 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给拌一点绿的就好了 水够了吗 水差不多 我觉得再来点水了 嗯 差不多我有处 这是什么蚝油 蚝油 稍微放点酱 好 可以 可以 今天简单的做两个菜 家里有啥吃啥吧 也没单独去买 把这摞 这是昨天做的猪蹄 今天真好吃 行了吧 吃不了太多 嗯行 这蚝油要怎么做呀 炒着吃 拌点凉菜 反正什么都有了 胡萝卜香菜 牛肉 我来吃热菜 我来吃热菜 放点热菜 少来点油 把这回螺子炒一下 铁肠肉 放点油 油 一 Purple 再把牛肉炒一下 有点油 用油 先去中火 盖子 一分钟 可以 前面 盐不要浇点 我觉得不用浇了 浇盐就咸了 炒虾仁 颜色挺好看的 开饭 煮饭好了 看什么呀 五颜六色的 今天是老李创意吧 在网上学的 你得匀过来 酱油少了 是吧 来 盛了 来 给我碗 开饭了 来吧 今天邪子去买点什么东西 孩子也上班忙 再说这些给我吃了 有啥吃啥吧 猪蹄和牛肉都是前几天刚做的 炒了四个小菜就算 这个是凉拌的 尝尝吧 工作没啥时间 要不然的话这顿饭还有你们多了 就是就是 今天就是等下的最后一顿晚饭 太深了 假如说咱们再来也不一定在这个房间 所以说在这个房间是咱们吃的最后一顿晚餐 对 明天还有一顿早餐 嗯 吃完我们就出发了 快三个月了 来了给孩子添麻烦 哎 没有了 是的 是的 我们要走了 心情很复杂 今天早上起来 看你妈怎样啜气 她说 不放心 哎呀 孩子不容易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能这么好 就我说你怎么你得放手啊 你不能跟她一辈子啊 是吧 嗯 不过我临走了 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嗯 是 真的不放心 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我没有这种感觉 就这次 来了以后啊 可能就是说在一起 太幸福了 太开心了 所以说每当我这几天哈 一想到要走了 哎 我就感觉哈 我这个心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掉眼泪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一个是 不舍 嗯 就觉得这个亲情 哎呀 离开闺女 哎呀 总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眼泪就花花了 哎 又要糖了 人家又要吃眼泪 别说了 哎呀 妈 我也是不放心 你 说实话 我对你真的不放心 孩子不生活挺好的吗 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要是个男孩吧 还好一些 嗯 女孩子相对来说 就是危险细说啊 也还是 哎呀 怎么说 就是不让我放心 所以说我希望你 就是说将来啊 能回国还是回国 真的 我还希望把你们俩都借我来吧 孩子也都在努力 往那方向努力 孩子也说了 将来他不一定 这两年他不想回去 过两年他可能学成了 有本事了 可能他想回去了 我周围也有年纪大了 我真的不想来 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 真的对我来说 尤其我是语言也不通 嗯 还有这个生活习惯 我来到这我就感觉好像 这个国家不是我的 再好也不是我待的地方 我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孩子将来 真的能有一天回国呢 是最好的 嗯 行吧 我是觉得呢 你们花了这么多钱 把我送出来啊 我在回国 每天工作也忙 工作也比这边低 我就觉得有点亏的 你送出来是像 像你有个好的这个前途 能够学点真美那样 嗯 还是希望你也能回国啊 哎 你将来你要是真一大牛了 听说啊 RT行业大牛 你回国不是更好吗 现在国内这个条件 可能不美额差 这样哈 这临走啦 想嘱咐你几句啊 嗯 第一呢 我觉得 你得注意身体 对 要保重身体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嗯 是一切的基础 一定晒太阳运动 嗯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这个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零 什么财富 地位 能力 都是零 你增加一下 你的价值就增加十倍 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一 所有那些都是零 是的 所以身体最重要 我跟你爸一个想法 就是身体最重要 对 我就觉得你呀 运动 除了工作之外 你每天要保重一定的户外活动时间 是 去晒起太阳 其实晒太阳以后啊 吸收增加钙质之外 嗯 还能让人心情愉快 对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希望你 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 它不现象 晚上能不出去 就不出去 对 嗯 不上那些危险的地方去 嗯 你现在住这个环境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这点要注意 嗯 第三点呢 就是 你得 增加自己的生活技能 嗯 你看现在 虽然你自己能处复的吃 也能做点 但是 你得 在这个能吃饱的这个基础上 嗯 要吃好 要调节着做点自己 比较可口的 饭菜 这生活技能 包括 不光是吃 哎 包括收拾家 我 我给你提个意见 就是你的房间 稍微有点乱 妈妈 妈妈拍视频的时候 都不敢展示你的房间 不是 我不拍孩子房间 这是一方面 另一个是也是 保重孩子 对对对 是的 是 但是这个你房间有点乱 可以提个小意见 嗯 这第三点 第四点呢 也是 我和妈妈的一个 比较殷切的希望 嗯 我们既然 花了大价钱 把你送到国外了 就是想叫你 学点真本领 嗯 为什么不让你学什么 人文科学呢 让你学科学技术呢 学计算机技术呢 就是掌握点真本领 这个真本领 就是不管在任何社会 任何情况下 我都能安身立命的真本领 嗯 嗯 不去学什么 文科的东西 学点理工科的东西 技术 这是安身立命的本领 你一旦学了这本领 除了对自己有好处 对社会也有好处 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 给社会做点贡献 这学习有两方面 一个是书本上的知识 还要继续深造 啊 第二呢 就是在工作当中 要不断的学习 你书本上的东西 运用到实验当中 有个转化的过程 对 这点非常重要 确实 嗯 行 最后一点 咱就祝孩子 在美国生活得愉快 啊 健健康 对 把生活调节的丰富多彩 除了工作学习之外 还要有丰富的这个业余生活 冬天呢 该滑雪去滑雪 该去夏天去钓鱼 去去钓鱼 或者说要去钓龙虾嘛 该钓龙虾 钓龙虾 把自己生活啊 丰富多彩虾 还有就是呢 咱有一定的社交 除了和中国人交往之外 要尽量的啊 要和外国人交流 尽量的融入这个外国人的圈子 当然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强求 要自己这个生活圈子比较舒适 有一定的社交圈 你生活的可能才舒适 而且有时候啊 通过朋友之间呢 信息量也比较丰富 可能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啊 可能缺到更多一些 对自己也有好处 这就是我和妈妈的一些想法啊 你看妈妈还有什么想法 我就是想你就是保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第一 在一个交友一定要慎重 就是说你发现这个人不好 一定要跟他绝交 嗯啊 你觉得这个人呢 不是太好 就不要跟他去继续来往 就少来往了 俗话就说远离垃圾人 远离负能量的人 是的 是的 你要靠的负能量的人太多了 你心想也不好也抑郁 尽量和那些阳光的 积极向上的人接触 你自己也阳光向上 是是是 只是我就是对你不太放心 哎 我就是想说的就是 希望你们两个人对我放心 其实我在这边一个人 这么久了 我也是习惯了 我知道这边的一些规则什么的 可能你们来这儿 就一下子觉得很陌生 然后觉得哎呀 这我闺女要是困上这种事该怎么办 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才这么担心 但是我在这边也得有个六年吧 我希望你们也就是多多信任我一下 我也肯定是尽我的权利啊 能就是尽量为自己 还有你们未来还有更好的生活奋斗 你们也放心 真的 你们担心的时候 你就想想我带你们去吃了好东西 你就想我闺女在外面办事没问题 你就放心就行了 我如果不闯到 我是永远能成不了更好的自己 我永远能成长不了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别太担心 没有必要 真的 跟自己增加太多压力的同时 其实我也是压力挺好的 对 孩子既然这么说了 慢慢就放心吧 放心吧 不要有什么顾虑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也不能 不知道为什么 没来之前还没有这种想法 也许太幸福了 每当我一想要走了 我就要离开我女儿的 因为我这个眼泪就滑滑了 就止不住 再往下流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呢 我也是希望你能更加信任我 信任我有更强的能力 所以这也是我生活如困难 让我才能变得更厉害 变得更强的 变得更强的 对 行 先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吧 好 妈妈 行 你就放心吧 孩子还是可以的 通过那么前世的接触 还是比较适应美国社会 是吧 基本上能够应付各种事情的方式 你就放心吧 哎呀 老让我妈担心了 吃吧 尝上我炒菜 哎呀 这个我刚刚尝了一口 味道很浓 放点辣椒油 可好吃 可好吃了 有点辣 你尝我做个饭怎么样 好吃 这简直和饭店的没法区别了 祝福我的孩子 事事顺利吧 在外边健健康康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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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